聽聽台灣的廣播 然後因為我覺得 也比較湊巧的是在網上出道 其實在廣播現在有打過夢想過班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 好像知道一點合謀 知道他們的操作不是個上班錄製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一切可能還是要等拍攝的時候 因為電視台也會讓我去安排上一些真的DJ的課程 所以現在就一切都還在學習中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那像有些時候住在旁邊 有啊!電視好像在旁邊耶 好像在旁邊採牌 然後一整次啊 對啊!然後他一直聽到他的招牌 哇!然後我就覺得 好!是不是也要為自己設計一個專門的 大家聽到那個聲音 或是比較知道是小書 但這些就目前還沒有想到 所以還要再想一下 所以如果像 我到時候如果聽聽設計更多的 都會是想